你到这个世界上来 你应该有这样一个觉悟 就是你终究是要死 这就是一个人他很悲剧地在于 他无论多厉害 无论多牛 无论多么嚣张 他都要死 他都有终结了一天 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做什么 不断地看书 懂得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 知道这个世界的闺蜜 那是一种无比的喜悦 狂喜 我大学的几年 在外边吃饭 能数得出来 很多时候我也不怎么吃饭 很多人说我是像神仙一样 找不到我这人 其实我在教室 看上这些 我的外边看书 但我真不觉得 我是一个被排斥的人 我不觉得孤独 因为你有说 因为我知道我懂得越来越多 只有智慧和知识 内在讲话 让你让你自己懂得很多 对这个世界 你有充分的了解 你就不会委屈